这种是Cumber 然后开的是这个EV Flyer 整体我看起来是还蛮漂亮啦 这就是它的Aero Diamond with HotWave 至少在前面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啦 它的Front它是比较深啦 它不会讲很宽板 至少它很深啦 伸到里面去到我们给它的Front 一开门呢就是它的Driver Sid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调节冷热椅在这里 然后呢这些我们还看到很多咯 Remote啊 Reclining啊 全部都在这边 这是它的Handbrake 它的Aircon 不论你们觉得这个Interior的颜色怎么样啦 因为它这个是Brown Color 我之前看还蛮浅吧 其实我们现场看是会稍微深一点 我们现在的Video看会稍微浅一些 从内室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Handle 就是它的Door Handle 里面呢它的Ada车全部是在这边啦 不过我相信如果是在马来西亚可能会反过来 OK So 这边呢我还看到了它的Gear OK 它的Gear EV Start 应该是这个吧 这应该就是它的EV Start 这边可以看到很多USB Cup Holder 啊 一样啰 它在那种CAMERA的Button在这边 这应该是它的Wire Recharging 然后这边呢我就觉得还蛮生气的 你看我们这一个Door 这个是放手的嘛 Hand Rest嘛 Hand Rest OK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是它的Sun Roof 然后给它Connect Button 所以它的这应该是Panero Mid嘛 整体的 好 这全屏的Digital Middle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Soft Touch 它这里是一个Short Card Touching 是For Short Card 啦 就看你要去这些咯 所以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Speaker 所以我在这里 我现在是坐它的后座啦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个Hitcon 这边有USB 它整体好像很宽 上面很高 毕竟它有点SUV型 所以它整体上面还很宽 OK 所以我在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应该是冷热它的那个Cup 的吧 应该是放杯在这边吧 还是哪里 这我是看的 我们这边是可以冷热诶 哇 这很酷 它这应该是Icebox 看看它是应该是一个Desk Bar 对 这还有一个Table 这个是后座箱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五人座 它旁边还有一些Private的空白 我觉得还蛮帅的啦 它是直接拉起来 看 看它是会收过去 OK 所以下面 还可以看到它还是有些空白 那在下面啦 那这个是它后面的尾灯 怎么说就 每个人可能看法不一样吧 我自己觉得Site蛮漂亮啦 如果从后面看了 可能它好像是一个脸这样 它其实不会进来吧 来一下